三星堆又上新了 根据报道 在三星堆的三号祭祀宫中 又发现了一件国宝级的文物 这件文物是一尊贵坐的人像 整体的高度大约为1.15米左右 肩部有着非常精美的龙形的装饰 造型整体上是非常的独特 而且看起来又是充满了神秘感 这也让很多人为之而惊呼 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 太不可思议了 三星堆对于我国来说 甚至对于全世界的考古界来说 都是属于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从时间上来看 三星堆的跨度将近2000年 从公元前2800年开始 这里就已经拥有了非常重要的古蜀文化了 算起来从三星堆第一次被发现之间 已经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不过在三星堆的身上 却是仍然存在着许多的谜团 从时间上来看 三星堆所处的时期 是新时期时代的末期 曾经繁荣昌盛的古蜀国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朝着文明的方向一路前进 多年以来 通过对三星堆的发掘 研究者们也是总结了 有关三星堆文明的六大谜团 如今 如果未来伴随着考古的深入 人类有机会揭晓其中的答案 那么 有关三星堆的一切 也就可以彻底被人类熟知和揭晓了 第一个谜团 三星堆文化究竟是来自于哪里 有研究者认为 三星堆文化是本土的文明 也就是当时特有的土著文化发展起来的 不过 也有观念认为 三星堆文化很有可能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产物 但是究竟融合了哪一些文化 却并没有答案 第二个谜团 三星堆文化中的古城遗址 生活在其中的一些居民 究竟是从何处迁徙而来的 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还是外来民族的入侵呢 第三个谜团 三星堆文化中存在着大量 虽然看起来是精美绝伦 但是却是匪夷所思 充满着浓浓的神秘感的文物 一些研究者认为 三星堆中的文物 或许都与当时的宗教信仰等有关 那么当时的古属居民 究竟是信仰什么呢 是大自然 还是某种不为人知的神呢 第四个谜团 虽然三星堆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的默契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 青铜器的冶炼技术仍是无法解释的 当地人究竟是如何掌握了如此精湛的记忆 在这背后又有神吗 不为人知的隐情 第五个谜团 作为三星堆文化所在地的古属国 它究竟是如何建立的 创立者又是谁 古属文明一共持续了多长时间 又因为什么而神秘消失了 第六个谜团 三星堆中出土的文物当中 很多上面都有着神秘的一些符号 这些符号究竟有什么含义呢 是当地特有的文字 还是和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 同时三星堆目前已经挖掘了两个坑 为何时间跨度如此之大 它们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与此同时 也有观点认为 三星堆文明可能与外星文明有关 因为从三星堆里出土的青铜面具等之类的文物 看起来都和华夏的面孔不同 那么难道真的外星人在地球上建立了古属国 留下了三星堆吗 三星堆是否和外星文明有关呢 早在今年三月份 对于三星堆的重新开始进行挖掘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已经在网络上被人们热议了 不过很快专家就对此进行了回复 表明三星堆文明并不是外星文明 虽然这些青铜面具造型夸张 看起来并不像是华夏的面孔 但是这可能与当时人们的神的崇拜者有关 简单来说 就是他们是按照心目中的神的形象来去制造的 此外还有研究者表明 出土的文物来看 三星堆文明似乎和另一个古文明 苏梅尔文明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相似之处 不过从时间上来看 苏梅尔文明距今至少有六千年的历史 因此很多人也怀疑三星堆文明 可能是来自于苏梅尔文明 那么这个问题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 虽然研究者并不确定 三星堆文明究竟是一个独立的土著文化发展起来的 还是大量外来的文化的融合品 但是说三星堆文明是来自于苏梅尔文明 并没有可能 对此很多研究者也表明 虽然从出土的青图面具等来看 的确面部非常的夸张 但是如果仔细观看 就会发现 事实上还是典型的四川人的长相作为基础的 只不过在小方脸的基础上 进行了一些艺术的装饰 这也是让它看起来更加夸张 才会显得和鼓鼠人的真实面貌不同 1986年中国可考队第一次对三星堆进行了发掘 伴随着三星堆文物的出土 那些完全迥异于其他文明遗址的文物 令吃瓜群众是目瞪口呆 甚至连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都是惊叹不已 而后更是一度终止了发掘 足足35年的时间 没有人再敢动三星堆 那么考古学家到底发现了哪些可怕的真相呢 可以说三星堆和中国其他地方留下的文明遗址 大不相同 各种令人惊讶的文物出土 使得人们不仅揣测 这和中原文明迥异的文物 是否表明在华夏大地上还存在着一个类似于埃及或玛雅的文明 这些相隔了万里 却有着惊人类似的文明 到底存在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所有的联系呢 首先要阐明的是三星堆主要是源于最开始发掘的时候 考古队因为发掘现场的三个土堆而进行的命名 不用担心有朝一日被毛宇宙大国再次去联合国抢住 三星堆文明呢 对应的是古蜀国 这一发现啊 直接将古蜀国的历史推进了五千年前 这个时间呢 和兴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几乎是同时存在的 也就是说呢 从前人们普遍认知的中国文明的发源地 可能是两个而不是一个 这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如果最终被史学家所证实的 那么长江流域作为中华民族发祥第一 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将会被重估 除了在文明的影响力更令人感兴趣的 甚至惊叹的是它的文明的成果 在中原几个同期的文明中啊 几乎难以找到如此多精美瓷器的遗址 如养烧文化的半破遗址 约六千多年的历史 但是只是存在着一些粗逃 找不到文明的影子 和睦度约五千五百至六千年 有稻谷 无上文化 红山文化 五千年文明程度啊高一些 两主文化呢 四千至四千五百年更先进一些 玉器啊 就是精美 而三星堆呢 仅仅目前已经出土的黄金面具 金箔 巨青铜面具 青铜神术 玉丛等珍贵文物 五百余见 要知道甲骨文呢 最远是三千五百年 富豪墓是三千两百年 后母雾大方顶三千两百年 毛宫顶两千八百年 三星堆文明遗址的文物啊 无论是数量 还是制作的精良程度 都远远的超越了上述几个文明遗址 当然了 最关键的呢 还是三星堆遗址展示出来的那种文物的特殊性 其中呢 很多和中原文明体系的器物差距甚大 而和埃及 甚至玛雅文化啊 更为贴近 另外在已经出土的文物当中呢 最引人瞩目的有三个 第一个是黄金权杖 在古文明历史中啊 黄金权杖自然不是中原文化的标志 而在埃及文明中 法老的一个标配就是黄金权杖 制作精美的三星堆黄金权杖 在公寓水平上和来自于埃及的黄金权杖 相比啊 是完全不落下风的 第二个是外星人形象 在众多的文物展示当中呢 一些人面特征当中啊 三星堆遗址 大眼 高笔 阔嘴 和华夏人 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从某种程度上 更加类似于玛雅人制作的面具 这些诡异长相的面具呢 如果不是用来代表祭祀时的威严性 而是真人的写照 那么这就说明啊 古蜀国在这一段时期内 相貌和华夏人 以及中西亚人 完全迥异 很多人甚至一度的认为啊 这和复活节岛上的那些巨大石雕 都代表的人类是一样的 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的人群 但是最终呢 却是因为某种原因啊 被全部的消灭了 而考古家验证了这一说法 在古蜀国的文明史上 中间呢 有着一段长达千年的文化断层 这一断层是因为大洪水而引发的 第三是 宇航员的形象 众所周知啊 在玛雅文明中呢 曾经出现过黄金飞机 和酷似于宇航员的绘画 在三星堆中呢 同样是有一个眼睛 带着长长鼓起的一个奇怪的文物 对于这个文物的作用 人们众说纷纭啊 其中一种 这可能是一种神秘宇航服的样子 现如今 三星堆再次进行了发掘 更多的文物啊 开始展现了 很多匪夷所思的文物啊 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有理由认为 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对中原 甚至西亚文明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当年停止发掘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技术水平达不到 另一方面呢 可能是发现了足以产生轰动效应的证据 到底是什么 我们还未得而知 但是毫无疑问啊 三星堆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叹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